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在馬街街上的宣教中心 最近教會與泰雅爾教會一起合作 成立了原住民文創農產產銷空間 淡水教會表示今年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淡水教會設立145周年 也因為如此特別將這一間原本是宣教中心的空間 打造成為農產文創平台 特別與原住民來合作 透過開放式的空間能夠幫助原住民農產銷售 與文創推廣 我們很高興能夠利用這個宣教中心 來作為一個產發中心的平台 那我們選擇跟原住民來合作 然後來關心部落農民的需要 所以我們選擇距離我們最近的原住民 也就是泰雅族來合作 所以透過這個空間我們來開放出來 然後在每一個禮拜的五六日是一個開放的時間 然後也歡迎我們淡水區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朋友一起來這邊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淡水教會表示 教會為了重新規劃透過有效的空間使用 達到真正的宣教意義 更加具體呈現出來 在教會設置一拜四十五週年之際 將宣教中心結合最近距離的泰雅族部落 將部落的農產與文創作品在這裡販賣 將教會存在的價值發揮出來 透過這個樣子也讓我們淡水區的朋友 能夠享受到有機無毒的一些食材 來讓我們得到健康 然後也讓教會能夠在社區當中 跟大家一起關心我們的生活 也關心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淡水教會表示現在社會關懷是未來努力的重點 有鑑於原住民教會與部落在農作物的產銷困境 他們無法得到該有的利潤 因此淡水教會與部落泰雅爾教會合作 可以看到有許多來自泰雅族的農作物 以及文創品呈現 希望藉此教會與社區都能夠共同互惠的前提之下 購得有機且天然的食材 藉此拋磚引玉帶動更多教會 來注意原住民教會的需要 記得去關閉 待會兒再問報道